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以0比1和1比2的大比分落后 被对方逼到了悬崖边上 险些就在资格赛一轮游出局 不过面对困难 余紫阳终究还是没有让广大球迷失望 最终3比2成功逆转淘汰对手晋级 据相关专家介绍 余紫阳出生于1998年 是中国乒乓球军团年轻选手中冒头比较早的一位选手 15岁时就一战成名 在日本公开赛上打败日本名将水谷笋 后来20岁又入选世界杯男团名单 不过虽然夺得了冠军 但他却没有上场参赛 而且后来又连续输外战被禁赛处罚 如今早已从主力层调队了 本次比赛开始后 余紫阳在第一局就没怎么进入状态 而对手孟凡博 显然知道自己与中国队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所以拼得比较凶 双方最后在二分之间决出了胜负 结果余紫阳9比11戏败 让对方成功拔得头筹 第二局 余紫阳站稳阵脚 开始组织反击 将孟凡博的防线打崩 随即以11比6比较轻松地扳回一城 双方大比分占平 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然而第三局 余紫阳的失误又开始明显增加 在场上的战斗意志明显不如对方 结果又以8比11再负 大比分1比2落后 被逼入了绝境 第四局 余紫阳背水一战 终于找回了手感 随即以11比6拿下 双方占成2比2平 决胜局开始后 余紫阳终于爆发了 以11比3轻松拿下对手 这样余紫阳就以大比分3比2击败对手 成功晋级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